OK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1.3a的平方差公式的练习 前减后乘前加后等于前平方减后平方 得到p平方减13的平方 13平方等于169 应该没有错 OK 所以就得到p平方减169 我验算一下 感觉上对了 印象中这个13的平方 169 OK谢谢 第二题 前8加y 8减y 前加后 前减后 前平方减后平方 8的平方 8864 所以是64减y的平方也对 再来这一个呢 他把y2加y呢 对调一下 得到y加2 因为后面是y减2 所以得到前加后 前平方减后平方 我们的前是y 所以得到y平方减2的平方 因为2的平方是4 所以答案呢 是y平方减4 很好 第四题 Noel的做法呢 应该是乘完进去 OK 当然这个做法也没有讲错 因为这个呢 这个就是最原始的这个乘法 乘法的做法 然后4p乘负4p 得到负16p平方 4p乘以9q 得到负36pq 然后后面这个 负9q乘负4呢 就得到加36pq 负9q乘负9q呢 就会得到加81q平方 欠了一个平方 过后呢 你会看到 36pq 这个也是36pq 所以越调 最后呢 写成81q平方 减16p平方 OK 当然这个做法不是说错 只是说你没有利用到 那个平方差公式 会比较慢一点 所以如果 如果今天你学了 平方差公式 你会发现到 后面那项 我抽一个负出来 我把那个负丢进去前面的话 我就会得到 9q 减4p 乘以9q 加4p 对不对 然后呢 就会得到前平方 9981 Q平方 减去 44 16p 平方 我是不是做到了 对 虽然我 你 你会讲 老师 你也是做两步的 我也是做两步的 不过我的那个 步骤来讲呢 第一步 其实是不辛苦的 因为这个第一步呢 我只是把抽负 跟丢负进去 那个 那个 把那个抽一个负 跟丢一个负进去呢 其实那个 工序来讲是很简单的 后面那一步呢 前平方减 后平方呢 我只需要做一个平方 你这一边呢 你要乘4次 OK 所以当然 善用这个平方 插工 因为 词典你会需要用到 反正就是你 我们目前 我们学了平方 插工 是我们希望你可以 锻炼一下 你不要觉得说 我用原始的方法 都可以解决了 为什么我要背新的东西 当然 那个题目 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了 你一直用回 那个原始的方法呢 你会很辛苦 OK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这个 数学呢 我们会一步一步往前走 你不要说停留在前面 你停留在前面 你讲我可以解决到问题 是 但没有 没有错 但是过后呢 你会越来越辛苦 OK 学会往前 好 我们来看下第五题 前平方 前加后成前减后 得到前平方 x的平方的平方 就得到x四次方 很好 但是 减后平方来讲 y平方的平方 会得到y四次方 所以你的后面这边 弄错了 OK 要小心了 这以宣 四分之三 减p 这个是前减后 这个是前加后 就得到前平方 减后平方 这个是对是对的 不过我们要把平方拉进去 所以我们的三要取平方 四也要取平方 请你在 chat那边写给我 三除以四取平方 会得到什么 三平方等于多少 除以四的平方 又会是多少 在chat那边回答 三取平方等于多少 除以四取平方是多少 简单来讲 还是三的平方 四的平方 三的平方是哪 九 四的平方是十六 所以你就要写成 九除以十六 减去p平方 OK very good 就这样了 当然你们 这题是比较简单一点 尹君这一题 前加后 乘前减后 我们先把前面给乘起来 就会得到前平方 减后平方 五的平方 二十五 x平方 减去y平方 再乘以这一个呢 它只是照抄而已 OK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前减后 这个前加后 我们又会有一个前平方 减去后平方 二十五的平方 会得到六百二十五 x的平方的平方 就会得到x四次方 y的平方的平方 就会得到y的四次方 所以最后呢 那一步呢 是六百二十五 x四次方 减去y的四次方 very good 第八题 这题 Neorex做得有点快 它把前面呢 其实是把这个2Q 负2Q减P呢 抽一个负出来 再丢回进去 之后面 所以就会得到2P减 sorry 2Q减P 2Q减P 前面就会得到2Q加P 乘起来就会得到前平方 减后平方 所以得到四Q平方减P平方 OK 所以它跳的步骤呢 蛮多的啦 然后呢 这一个呢 是4Q平方 加P平方 前加后乘 前减后看到吗 对吧 这两个前加后乘 前减后 得到前平方减后平方 前4416 Q的平方的平方 就得到Q的四次方 减去P的平方的平方 等到P的四次方 OK 非常正确 再来第九题 202 乘上198 所以它把202变成了200加2 198呢 就变成了200减2 所以前加后乘减减后等于前平方减后平方 200的平方得到4万 2的平方得到4 4万减4得到3,990 3,990 对啊 3,3万9,996 所以这个呢 是正确的答案 A上拉大一点 改字拉大一点 那就不要容易干了 我就不用 OK sorry 这样子 OK OK 好 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 这一题 感觉上好像是偷偷按计算机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好了好了 这一题正确的写法 我写一下给你看 所以把9.6呢 变成了10 减去0.5 OK 这个是 9.5 9.5变成了 10减0.5 然后 乘以这个 10加0.5 OK 我们就有前加后前减减后了啦 对不对 然后呢 就会得到前平方减后平方 然后10的平方 写写一下 你们看到 在谷歌 在谷歌 那里可能还看不到 OK 所以前平方减后平方 所以100的10的平方 就得到100 呃 0.5的平方 应该是0.25 所以最后减一减呢 应该是99.75 答案是正确的 对答案是正确的 只是说你没有修出你的 step出来 老师就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 按计算机啊 还是什么的 所以 会不给分的 所以如果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讲呢 呃 老师可以不给分 因为你没有修出你的step来 OK 所以数学来讲呢 是非常注重着 你要修你的 步骤出来 OK